大家好,歡迎收看《平手演》 由國際演藝評論家協會香港分會策劃 藝憑製作的藝評節目 今晚有我Walter和Bonnie 和大家談談重點製作劇團的《不得你死》 是,重點製作劇團的節目《不得你死》 是今屆小劇場節,第一屆小劇場節的參展節目 其實就是略略說了這個 用一個鬼故故事,在宮下的鬼故故事 去帶出一個香港人做一個扭爐的劇本 裡面有一個年輕女兒阿慧和一個劉奸阿榮 做了一個主角和一隻女鬼 但這隻女鬼的遭遇和年輕女兒阿慧很相似 一開始阿慧是想在宮下自殺 為了去擊他男朋友 但在十幾年前這隻女鬼也有同一個遭遇 只不過分別就是那隻女鬼死了,但阿慧死不去 所以我們會在這個節目看到一些重複的步驟 例如自殺後的後果就是不可以投胎 要必須找一個替身才可以投胎 而且她會不停重複自殺的經過 但另一個女主角阿慧死不去 其實也是在做同一件事 但她不是重複自殺的經過 而是重複做樓爐的經過 也是在這個香港樓價這麼高的世代 被人錄藝 我個人最深印象是說 看見阿榮 劇中有一句就是樓價這麼高的世代 是買不到樓 以致她跟這個女鬼合作 做一個鬧鬼的傳聞 其實我是有些感動的 因為其實我本身以為她是一個鬼故 會很胡鬧 一開始的時候 但是後來到了三分一的時候 就知道其實編劇或者導演 其實她是想說 香港人怎樣做這個扭勞 是多麼辛苦 透過兩男兩女三個人 一個鬼的故事和關係 帶出其實香港人找得很辛苦 其實用了很多年的時間 都是形形形做事 都是為了一層樓的時候 那我會覺得 其實只不過鬼 或者鬼故事 是一個引子 是一個切入點 最想要反映的就是 香港人怎樣 即是被這個樓價 或者地產霸權去壓迫 那之後做完的時候 其實都有觀眾說 其實好像做鬼好過做人 那其實是否呢 我剛才也在想 其實可能你看我好 我看你好的時候 即是有人的煩惱 鬼亦都有鬼的煩惱 那當然啦 剛才也有觀眾 都指出了 其實在編劇方面 在一些對白或者情節上 會不會是太過沉呢 或者類罪呢 有些可能是多餘的 譬如我剛才跟Water都說 那隻女鬼 其實一出來 我們全部人都知道是鬼 還信不信 其實我是鬼 那些對白呢 那或者可以在 如果再重演的時候 可以再留意一下 可以增加一些對白 或者再 怎樣去調整一下一個對白 那剛才Water你說 你有些設定 或者燈光想說的 是嗎 是呀 因為這個表演 是在現在 灣仔富德樓這邊 做一個首演 那富德樓這個小劇場 其實是 好像其他小劇場 工廈小劇場 那樣是 隔聲的效果 做得不太足 但是這個設定 又很 很吊詭地 竟然是符合到 這個劇本的設定 這個劇本設定 是一個工廈裡面 而富德樓也是一個 小劇場的地方 所以我們可以在這個 小劇場的地方 是聽到 譬如說下面一些 火燭車 或者其他雜聲 在這裏 其實某程度上 這個設定 跟現實的情況 是差不多的 那一邊箱 可以令到觀眾 有一定程度的 代入 另一邊箱 其實都是 做了一個 比較有趣的 劇場示範 或者我講一講 lighting的方面 其實lighting的方面 剛才Bonnie也看過 譬如說 有些劇本上的對白 可以fine tune一下 我覺得lighting上面 其實它可以 將一些lighting的效果 可以延長 加長它 可以令到 我是鬼 這個對白 可能會沒那麼突厄 而且也可以做到一個 他預期中想要的鬼故效果 剛才我聽到很多觀眾的反應 就是說 很害怕 連男觀眾都說很害怕 剛才Water你有沒有害怕呢 好像你剛才這樣說 我是鬼的對白 其實我又沒有 真的非常害怕 可能是真的 在lighting方面的效果 或者是 sound cue 那方面 可以再加長一點 可以令到整件事 都是一句 沒有那麼突厄 而且是 會比較 可以融入這個鬼故的設定裡面 其實作為一個女觀眾 我是不是太害怕的 可能有一些 的女觀眾 比較坐得近 她那個 有一個報警的設置 就是那個 女鬼演員 就是在那裡出入的 一個cue來的 所以 加上那個lighting 加上那些 觀眾說好像陰風陣陣 在後面經過 我又不知道經過多少次的時候 就做到一個效果 剛才很多的觀眾都會說 其實都真的有少少害怕 那個 就是用鬼故或者女鬼 來做一個切入點 我想可能都是一個 挺好的 所謂的技術 去吸引觀眾 可能是鬼故 怎麼知道 原來看看又不是鬼故 所以其實 是不是很怪 又不是很怪 只不過鬼故或者女鬼 是一個切入點 可以吸引一下觀眾 再去看回 其實 香港或者我們現在 在這個社會生活 是多麼荒謬 為什麼要做 這麼久 不是為生活 而是為了一層樓 那生活是什麼 賣了一層樓之後 或者還有沒有生活呢 還是我們真的很想要去做上樓 做樓奴 很願意去做這件事 我想 可以讓大家反思一下 好 那今天節目的時間差不多了 那下次再和大家平手演 拜拜 拜託